大家好,我是多诺方脸 最近耶伦在访华的时候提出了一个产能过剩的概念 这个产能过剩瞬间就成了网络热词 很多媒体都对这个词进行了探讨 有的人说这个词完全是说出了中国当下的一个困境 耶伦不愧是经济学大师 而有的人则以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比如说中国方面,它的表示是不存在什么产能过剩 美国讲这种话就是匹夫无罪,怀必起罪的行为 是欧美打压中国的借口 当然也有部分大V抱有同样的态度 认为是因为电动车抢了美国的饭碗 是因为新三样,它是朝阳行业 美国才对中国进行打压 才提出了这个产能过剩的概念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产能过剩 聊聊欧美提出产能过剩的这个说法到底合不合理 首先,如何理解这个产能过剩呢 产能过剩就和它的名称一样 生产的东西过多了 首先,这个问题它存不存在呢 那一定是存在的 中国在2023年之后的外贸数据上 就突出了一个产能过剩 中国虽然在2023年开始之后 出口量是节节攀升 但是出口的所有商品单价都是在直线下跌的 这就导致整体来看 中国的出口数据并没有明显的好转 而最近三月份也是如此 中国三月份出口单月萎缩达到了7.5% 远低市场预期 但是与此同时 如果只看出口产品数量的话 却创了中国历史以来的新高 这些宏观上的数据都体现了中国的产能过剩 当然这个产能过剩 它不仅仅是生产的东西过多 价格过低的问题 这里面还有一个前提词 那就是中国补贴下的产能过剩 这点尤其是在中国所谓的新三样 也就是电动车 光伏产品和锂电池上面尤其明显 耶伦在访华的时候 就认为中国通过大量的补贴 造了一堆属于新三样的产品 而这些产品在国内无法消化掉 最终只能以极低的价格倾销到海外 从而破坏了世界贸易秩序 那么说到这呢 首先大家可能第一个疑问就来了 就是这么做 到底是否破坏了世界贸易秩序 因为按照正常道理来说 中国造出了那么多产品 然后低价卖到你美国 你美国现在通胀那么高 我造廉价的产品给你们美国用 帮你们降低通胀 让你们用廉价的产品 怎么还成了坏事呢 按道理来说 这不应该是好事吗 对于这种模式的危害呢 我这边拿以前一件中国发生过的事情 来举例子 大家应该就可以比较好的理解了 中共的这种竞争模式呢 对于我这个曾经在中国互联网工作过的人来说呢 那是再熟悉不过了 这是中国互联网市场的一个典型打法 就是先通过大量的砸钱抢占市场 之后再通过垄断进行盈利 这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曾经的打车大战 当年呢 伴随着Uber的兴起 国内的资本市场看到了打车行业的巨大潜力 在2014年 当时中国著名的两家打车公司 滴滴打车和快递打车 开始了对于中国打车行业市场的争夺 而两者的争夺模式 就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去进行补贴 这个其实看我视频的观众呢 应该都经历过 最早呢 滴滴推出了用户 每单历减10元的优惠 以及司机每单10元的奖励 很快呢 快递也加入了进来 之后呢 双方在不断加码 当时一元坐车 两元坐车 甚至免费坐车的情况呢 那比比皆是 而为了抢夺司机呢 也给了司机端非常多的补贴 使得当时的网约车司机呢 成为了一个热门的赚钱行业 当然这种竞争呢 在外卖平台 支付平台 直播平台 基本上都发生过 这是中国互联网的一个主流打法 在这种情况下 会产生什么结果呢 就是如果你不跟着我 一起玩价格战 那你只有一个命运 那就是被淘汰 这样根本玩不了价格战 玩不了补贴战的Uber 即使是打车行业的先驱者 也完全无法争夺中国的市场 在中国只能被淘汰 而中共对于目前新三样 等其他产业的一些策略 其实就是这种玩法的国家模式 指中国的补贴它比较复杂 比如说电动车行业 它不仅有现金补贴 还有税收减免 土地赠予 出口退税 招商引资优惠等等 当然最为严重的 其实是资金补贴 中国政府在引导 整个社会的资金和资源 进入相关的行业 强行要求各个企业 像曾经雪拼打车市场一样 雪拼整个中共看中的行业 来投资这些行业 而这样就允许了 中国电动车行业的巨额亏损 上一期节目 我拿未来的亏损和小鹏的亏损 举个例子 未来在去年 一年就亏掉了211亿 小鹏一年就亏损了103.8亿 未来的单车亏损 达到了13万元以上 而小鹏的单车亏损 也超过了10万亿 并且这两家 还是中国目前电动车行业里面 表现比较好的电动车品牌 对于这个问题 当时就有人拿特斯拉举例 说特斯拉早年也亏损过 小鹏和未来的模式 其实没有问题 但是确实 特斯拉早期也亏损过 但是特斯拉亏损最多的一年 也就是2017年 也就亏损了19亿美元 都没有现在未来一家搞 而且美国还只有一家 特斯拉这样的电动车企业 中国之所以资本市场 能允许那么多 大额亏损的电动车企业存在 很明显并非是因为中国的资本市场 它更具有远见性和包容性 也不是因为中国的资本市场规模更大 而是政府赢到资本的结果 这是一个我们看不见的补贴 而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就和上面的打算的大战是一样的 如果欧美还想在电动车行业 做到和中国一样的竞争力 想和中国在电动车市场 有一战之力的话 那么其实就只有一种方案 那也是进行大额补贴 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那么这样的补贴有用吗 其实肯定是非常有用的 我们这边拿特斯拉和小鹏举一个例子 小鹏呢一直是把自己对标特斯拉的 如果灯子也像习黄一样搞 大喊一句 特斯拉我挺你 电动车行业我挺你 电动车行业 你是我美国复兴的希望 我也允许你一辆车亏损十万 你干就完了 你亏损无所谓 我政府逼着资本家给你投资 给你兜底 给你去抢占市场 那么特斯拉最后会是多少钱呢 现在特斯拉的单车利润是9574美元 折下来呢在7万人民币左右 而如果再允许其一辆车亏损十万元 我们就不算其他补贴了 仅允许特斯拉这么亏损 那么一增一减就是17万 而现在一辆Model 3落地也就25万 这样搞下去就可以降成8万的售价 那你觉得8万的特斯拉能不能打呢 那肯定是能的 所以这就是问题所在 中国这种模式如果在世界上畅通污阻 那么就会逼得别的国家只有两个选项 要不然呢跟着中共一样大规模投入 要不然呢就等着被市场淘汰 那么既然说到这呢 就会有人问 为什么西方不跟进呢 很多人会说 既然新能源一定是未来 那你们美国自己不跟进 自己动员能力差 你们制度垃圾 你们搞不了 那是你们的问题 不要来打压我们 我们发展电动车是为了全人类 而之所以有人会这么想 那就是因为大家被中共长期以来的宏大叙事给洗脑了 西方之所以不跟进 那是因为真的搞不了 甚至我在这里可以说 大家如果一起搞这个东西 对于全人类的破坏力 其实和直接扔核弹 也没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这里面有个潜在的逻辑 就是资金问题 国家扶持模式 它和资本扶持不一样 资本家的钱是他自己的钱 他想怎么花 其实和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你资本家的钱呢 又不是我们普通人的钱 但是国家的钱 它就不一样了 国家的钱 它是人民的钱 是你我他的钱 这是非常多中国人他没有意识到 而一个国家的钱 它其实是有限的 你国家要花钱 去大规模的补贴某个行业 那么整个社会 在其他方面的钱 自然就会变少 比如在社会福利上的钱 就会变少 在个人消费上的钱 就会变少 所以如果大家一起搞这个模式 它第一个问题就是 其结果就是 大家一起吃苦 美国人说 今天我也要把所有的医保投入 全部拿去投资电动车行业 投资光伏行业 那美国的电动车 能不能发展起来呢 上面我拿特斯拉算过账 那肯定是能发展起来的 此外对于欧盟的汽车厂来说 也是如此 欧盟的汽车厂呢 虽然利润没有特斯拉高 但是奔驰的单车利润呢 也有七千多美元 他们也是能搞搞的 但是问题是 你这么搞 那你整个社会的福利 不就垮了吗 这不就是大家一起吃苦吗 这美国人能答应吗 欧洲人能答应吗 其实这个就是放在 中国人民身上 放在你我他身上 也是不答应的 中国在电动车等行业 投入的巨量经费 这些经费呢 虽然说不能让中国人 实现看病全面 但是至少能初步 让中国人实现看病的免费 当然看病免费 还过于飘渺 我之前说过 美国政府 他因为花钱比较少 所以美国老百姓的 可支配收入 占总GDP的比例 接近80% 而中国政府 因为在这里搞基建 又在那里搞扶持新三样 再加上行政效率的低下 贪污腐败的原因 中国人的可支配收入 占GDP的比例 只有40% 所以如果中国不搞新三样 不搞大基建 那么你现在三千的工资 就可以秒变六千 五千的工资 就能秒变一万 那你会怎么选呢 是选个有能吹嘘的新三样 你更喜欢一点 还是选一个自己工资涨一倍 你更喜欢一点 其实如果让中国人选 大多数人也不会选择电动车 之所以现在很多人 还觉得中共这样做的对 那只是因为我们现在 没得选罢了 是属于一种无奈接受的行为 当然对于这种模式 我们还可以换一种说法 你可以把这种模式 理解成996工作制 这其实也是没有区别的 现在现实的结果就是 你的公司996了 并且通过这种 极端压榨劳工的模式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别人看你这么搞996 影响了市场平衡 不和你这些 搞996的企业做生意 然后你现在跳出来说 你有种也学我996 你自己压榨不了员工 就开始打压我 你觉得这个话 说出来合理吗 站在老板的角度 肯定是合理的 但是请记住 你是员工 而不是老板 另外一方面 我们其实可以设想一下 如果全世界都学中国 那又会是什么呀 你充电动车 我也充 你充光伏 我也充 你充电池呢 我也充 大家一起狠狠地剥削人民 把钱投入在这些 所谓的科技行业之中 那么结果是什么呢 大家除了福利都变低了 所有人的可支配收入 也都会和中国一样 都减半了 那么全世界 所有人的可支配收入 都减一半之后 谁来消费呢 世界上就会出现 一边是各个国家扶植下 生产出来的 大量补贴后的 含量产品 一边是大家捉襟见者的收入 可能确实 有些补贴后的产品 变便宜了 比如说 如果像上面说的那种特斯拉 但是呢 你特斯拉买了之后 你肉蛋奶还买不买 那些占不到补贴的产品 你还消不消费呢 这样的情况下 你说世界经济 它崩不崩呢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 如果在全世界 推行这种模式 那么和直接在世界上扔核弹 也没有啥区别 习近平自己之前说过 中国一不输出革命 二不输出饥饿和贫穷 三不去折腾你们 还有什么好说的 但是中共 它一直在输出低福利 输出内卷 输出机型的竞争模式 所以说什么 美国害怕中国抢占电动车市场 其实根本就不对 美国害怕的是 中国这种模式引入全球 逼得大家一起内卷 逼得大家一起搞 机型竞争 最后我们再聊聊这件事情的后续发展 其实中共为什么突然开始搞起这种新三样呢 这主要是因为中共长期以来 消耗自己过程产能的方式 已经行不通了 中国不是第一天搞这种国家模式了 中国的人均可值倍收入低 福利低也不是一天了 只是之前的模式呢 通过补贴输出的东西是大基建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形成了一种循环模式 首先是通过房地产移土地财政 从人民手中大规模吸血 吸血来的钱呢 再拿去做大基建 大基建呢 在早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呢 再反补大家的收入 从而维持整个循环 中国在这种情况下 享受了很多年低福利 低收入的增长状态 但是伴随着2020年开始 甚至更早之前呢 这种情况就已经出现了改变 整个链条开始断掉 首先是基建宝和 它带来的边际效益降低了 这个基建的边际效益呢 通俗点来说 我们可以拿高速来举个例子 你在上海和苏州之间呢 你修一条高速 那确实非常有用 对经济发展呢 很有效果 修第二条也有用 但是当你修到第四条 第五条 第六条的时候 效益就开始变得很低了 这个时候基建的投入 已经很难获得 那么大的经济发展 而经济发展不行了 收入自然也就跟不上了 这个时候房价也就没有支撑了 基建也就没有钱建了 整个链条就开始崩溃了 而中共急需要找到一个新的替代品 来替代基建 这个东西呢 依然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 同时呢 也能促进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 从而反补大家的收入 而这个时候呢 其实你把电动车 或者说中国的新三样换上去 你就会发现了 这就是中共设想中的替代品 但问题是 这个电动车呢 它和大基建不一样 大基建呢 最终使用的是中国人 那反补基建的方式呢 也是通过提高中国整体的效率 并不会呢 对什么国际市场产生什么直接的影响 但电动车就不一样 电动车的行业 如果真的想取代大基建 达到拉动经济的效果 它最后一定是要卖到国外去的 是要去抢占国外市场的 而这个就是其他国家能感受到的 所以未来大概率的结果就是 中国的电动车或者说新三样 可能根本就很难在海外卖出去 它卖不出去的原因 倒并非是说这些产品它没有竞争力 而是在中国模式下产生的这些产品 会迎来整个世界的集体反弹 它会受到这些国家的疯狂制裁 从而无法产生经济效益 而无法产生经济效益的结果 又是新三样最后会变成另一个大基建 它只有花钱的能力 却没有产生经济的实际价值 但是钱已经花出去了 经济也发展不起来了 那剩下的只有无尽的国内消费下跌 而且走出这个循环的方法也很简单 伊伦在访华的时候就已经说了 那就是提高劳工待遇 说白了就是中共 你既然找不到新的替代房地产的东西 你就不应该再去寻找替代品 而是应该真正的摧毁这条链路 放弃对于人民的过大剥削 从而转型提高居民收入 通过刺激内需的方式 来刺激中国的经济发展 刺激中国的产业发展 但是问题是 这个是中共做不到的 当然中共做不到的原因是很复杂的 有习近平的个人认知问题 也有中共的体制问题 这个以后可以单独出一期节目再说一下 当然说到这还有一个问题 有人可能会说 没有中共的这种大力扶持 中国的产业升级该怎么办呢 中国没有产业升级 又如何进一步发展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就算没有中共的大力扶持 中国的电动车行业 其实本来也应该可以发展得很好 中国的发展本身就具有很多的绝对优势 比如说中国人的吃苦精神 比如说中国的广阔市场 14亿人口 以中国较高的科研水平 等等等等 其实很多时候 中国的电动车行业就应该发展起来 而且是以一种不扭曲的方式发展起来 所有的朝阳产业 中国也应该能分上一杯羹 就像曾经的台湾和韩国业 而且中国确实在过去一段时间内 也在某些行业做到了 在一些中国没有干预的地方 中国也做得很好 比如说小米 他现在在世界手机市场上也站着绝对的一席之地 这才是中国未来该有的样子 并且你看他们受到制裁了 有时候真的不是因为我们变强了 才被别人针对了 而是因为违反了游戏规则 破坏了游戏规则才被针对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中共这么搞 就算成功了 到头来对于我们来说 也有什么意义呢 新三亚在这样的扶制下 大规模倾销海外 即使没有得到西方的制裁 那么中国人民就能得到好日子吗 其实也不能 你的消费一样得不到提升 更可怕的是 如果中共在这样的模式下 尝到甜头 按照中共之前大搞大基建的尿性 也不会有一个新三样就停下来 之后还会有新三十样 无穷无尽下去 在我们真正成为公司股东之前 这公司发展的多好 其实和我们关系并不大 少和统治者共情 多和身边的老百姓共情 多和自己共情 才是大家该做的事情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多诺方脸 希望多的点赞支持我的视频 这样可以增加YouTube 推荐我的权重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